肖战有请战战 欢迎战战又见面了 请战战先跟大家问个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Olea Pro品牌全球代言人肖战 很开心呢 今天可以来到Olea Pro的活动现场 今天我们现场开场的视频 战战也看到了对不对 什么样的感觉给你 非常的专业 然后非常的充满了科技感 非常高能 而且里面有很多Olea Pro带给大家的那种 科技满满的硬货应该说 没错 而且其实讲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高能 我觉得战战也是一个很高能的演员 接下来战战是不是该体验一下 这种太空的科幻系列的角色了 也许有可能 所以今天我们现场呢 就是一种太空的这种质感 你可以环视一下我们这个太空战的感觉 没错 所以我们希望呢 今天能够带着战战 包括跟所有喜欢我们战战 和我们Olea Pro的朋友们 一起来感受一下 Olea Pro非常强大的一个科技 那讲到这里也要问一下 战战了 在这个Olea这个科技当中 你自己是不是也是陪伴着Olea Pro的成长 我看你头发都长长好多 没错 也是天天使用这个Olea Pro的护发洗发的产品 所以我的头发呢 现在长得很长了 真的很难得见 就是长发也帅短发也帅 战战自己这头发变长之后 有没有给你增加一些新的体验 包括护发这些问题上 还真的有 这头发留长了以后呢 我确实切身的体会到这个 发尾特别容易分叉 特别容易毛皂 是 炸毛特别容易 在梳理的时候也要花更多的心思去打理它 对对对 我看到你那个在机场还有一个小啾啾的那个 造型也很帅啊 所以现在确实长度比较长了 所以可能需要更多的专业的 来自我们Olea Pro的这个美发知识 所以今天真的很难得 我们跟我们的单言人站站的一起 待会呢 会通过我们整个Olea Pro 包括我们的顺顺家族 各种各样的单品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很专业的美发的一些知识 护发的知识 希望给大家更加就是健康啊 更加有这个亮泽 更加顺滑的这样的一个发质的体验啊 所以我们待会会和大家一起呢 请上我们很重要的来宾 那今天我们还会有很多的这个 环节的互动 包括我们准备了小实验 然后和站站一起来通过我们 整个应该说是全流程的一个美发 护发的过程 来感受Olea Pro的魅力 所以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啊 那接下来呢 首先要为大家请到呢 我们讲到这个护发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知己知彼的过程 我们需要对自己头发 有很多的了解 那作为单言人 站站你自己有没有 这个护发方面的密集 其实上一次呢 经过了上一次 我印象最深刻的啊 就是我现在洗头一定洗两遍 上次我也是被那个专业的 我记得当时那个科学家老师啊 对对对 给我们的提醒 就是洗头要认真 没错 因为他说那个头发里面会残留很多金属物质 对的 所以我每次收工回去之后呢 我洗头我都洗两遍 把头发洗得干干净净的 哎呀 所以你看 每次我们的活动都让大家 不仅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们 包括站站跟我 我们都有很多收获 我好期待 今天我们的大家把那个小本子准备起来 然后把笔记记好 那接下来呢 首先为大家非常荣幸的请到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特别来宾 是我们欧赖亚研发北亚 及中国区的医学总监 让我们欢迎牛月清 牛博士 掌声有请 欢迎牛博士 有请 你好你好 真真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牛博士 这次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 更多新鲜的 关于欧赖亚Pro 很专业的 很有科技内涵的知识 在此之前 要不先考考站站好不好 问一下站站 讲到我们很多护发的知识当中 你有没有 除了刚刚说到 洗头要洗多次 两次以上 更加的有这个清洁的效果 除此之外有什么 好 那我分享一个硬货吧 我在品牌这里学到了一个小知识 就是我知道头发 它是有很多层次的 包括从毛鳞片到发心层层深入 那后续的更多更专业的内容 还是要交给我们的牛博士 头发是有很多层次 不仅仅是大家看到的 很简单的这样说 把头发洗干净就完了 其实有很多的细节 我们也听听看牛博士的分享 那么就像站站所说的 我们的头发其实有很多层次的 那么我们应该是包括从外面到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 然后最外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毛鳞片 然后呢 再往里面的话是毛皮制层 那再往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发丝多态链了 好复杂 一根头发生 这是我们头发生的这个结构 对不对 所以毛鳞片其实它的一个最外层 是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整个发丝的内部结构 其实非常复杂的 那毛鳞片呢 其实只是在它最外面的一个 一个结构的层次 那平时呢 它应该是一个闭合的状态 就像我们头发的一个保护层一样 哦 我明白了 那意思就是 如果一旦这个毛鳞片的这一层保护层 损伤了以后呢 那头发就会 头发的营养就很容易流失 那头发自然就会变得很毛躁了 好棒啊 站站马上理解透了 如果是是这样吗 是的 站站里解解的完全没有错误 它完全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继续来一起看一下 这个我们毛发的一个更深的一个层次 来到我们的毛皮质层 毛皮质层就往里了 哇 真的很有科技含量 哦 金属离子 刚刚站站也提到了 哦 特别是现代的这个生活啊 我们会有很多这种看不见的污染 嗯 残留 嗯 有请 那那所以 所以这些金属的这些物质是真的存在于我们的头发里面的吗 那会有什么影响呢 是的 那我们的头发里面的话呢 会有这些金属物质的这个成绩 特别是过量的这种铜离子 那么这些铜离子呢 就会在我们比如说一些像氧化呀 或者是呃一些紫外线的作用下呢 会引起我们呃毛干的一个损伤 哦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到了第二层 那再往里面 牛博士我们会看到哪一层 好的那我们继续那我们继续可以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呃内部的一个法斯的一个多态链 那以及它损伤的一个状况 嗯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损伤 那我们看到呢 其实就是我们呃受损断裂的这个法斯多态链 嗯 我们知道这个法斯多态链呢 是我们整个呃头皮法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部的支撑的一个结构 嗯 那么当它健康没有受损的情况之下呢 就会给到我们头发一种非常自然的空气感啊 或者是那种非常飘逸的水润的感觉 哦 那所以是一种空气感刚您说到了 嗯 那是不是还可以理解是一种轻盈律动的感觉呢 没错 好会形容啊 是的 律动的法斯 好想拥有 是的 律动这个形容词就是非常的生动贴切了 那么回到我们的这个态链的这个结构呀 我们上面的这个小球呢 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氨基酸 那我们知道法斯在受损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这个氨基酸的流失 那么也就看到这示意图当中的这个节点 破碎掉的样子 嗯 这个图非常非常的形象了 嗯 那所以 原来护理头发它不仅仅是这么简单的 我们以为的 护理那个头发的表面就够了 还要深入到那个发丝的内部 嗯 就是要跟湛湛一样 帅到每个发丝里头 这才是对头发真正的爱护啊 没错 没错 其实呢 我们是需要选择一款合适我们的产品 来帮助我们去修复这种受损的发丝的内部的 嗯 太棒了 今天我们又跟着这个牛博士啊 学习 学习了 然后看到我们非常生动的这个啊 图片的一个介绍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头发受损当中 有这个啊 导致发质受损啊 包括有这个发丝断裂啊 这些问题啊 那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两个 大家很棘手的问题 嗯 那针对这两个问题呢 我们的这个理念呢 就是先轻后补 哦 先轻后补 那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首先呢 我们来说第一个清 那清呢 就是清洁我们的这个头皮 嗯 我们知道头皮的清洁呢 是我们护理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嗯 那我们的这个超烹云朵瓶呢 它就可以起到一个 对的 清洁头皮的这样一个作用 这个老朋友了 对的 太熟了 这个 然后它里面含有高纯度的烟血胺 以及它的这个活性分子 以及精脆深海蓝藻的活性分子 嗯 那使用我们的这个超烹云朵瓶呢 能帮助我们去除掉头皮里面的多余的油脂 嗯 让你力显高卢顶 嗯 现在是不是每天见他 是 我现在每天用的确实是他 而且我认识了他之后 我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 说 怎么怎么说 无法 就是无法拒绝他 真的会爱上他 用完之后 你这头发就立起来 第二天非常的蓬松啊 是 特别适合 就头发容易像我这种 容易扁塌的这种 出油的 也很适合 所以第一步清 这个很重要 嗯 接着呢 那么对于法丝来说呢 这个清洁也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的这个 顺顺发膜当中 有一个活性分子 心肌酸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熬合 法丝当中过量的这种同离子 嗯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 修复我们的这个法丝 那么接下来呢 顺顺发膜 我们也给 对 这也是战战老朋友 其实现在头发长了之后 要用这个了 更加的特别啊 长头发很需要 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通过一个小实验的方式 给大家比较直观的来展示一下 我们是怎么样通过去熬合 这个同离子 金属 对的 从而去修复我们的法丝 嗯 好的 那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第一个 充满科技感的小实验 有请 来 我们移步到这边 哇 我们要请这个 因为博士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接下来要完成 怎么来证明说 我们的顺顺发膜 能够帮我们清理掉很多 头发当中的金属物质啊 好的 好的 那么我们做实验之前呢 作为科学家 我们要先做好防护 对不对 好的 一双吗 还是一提 一双一双 都带上 跟着牛博士的脚步 我们来学习一下 大家可以一起 瞪大你的眼睛 见证奇迹啊 那我们面前的话呢 看到呢 有两个烧杯 对吧 然后我们其中一个烧杯呢 里面呢 还有是一种市售的 普通的一个 头发护理的这个产品 然后另外一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顺顺发膜的溶液了 哦 然后呢 我们这边有两个发术 那分别就是这种 金属离子的沉积的 这种损伤的发术 那我们把这两个发术 分别放到这两个烧杯里面 我们看一看 会发生什么样变化 好吗 好 那主持人帮我吃 我帮老师一起 好 谢谢 你放左边 我放右边 好的 那所以我要干嘛 你帮我们加油 加油 没有一会儿应该会让 我们让郑长也参与一下 好的 先把它放进去 所以要搅拌吗 是的 你愿意做这件事情吗 那我来搅拌吧 让我们郑长也来干 那咱俩一起 让它全都进到 对 我们下面去 OK 对 郑长又发生什么呀 郑长你猜猜 哦 它可能整个的反应呢 会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说我们可能 还是真的需要 站站帮忙去搅拌一会儿 所以就是要搅拌 就假装我们在用 这个顺顺发膜去洗它 是的 再跟它进行一个 养护接触 对的 这个感觉回到了 高中化学课的时候 是不是 是的 然后这个顺顺发膜呢 其实使用起来的话 也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只需要 把它涂抹在湿发上面 等大概一分钟左右之后 就可以把它洗掉了 也非常好冲 然后它也不会 洗完了之后 也不会有那种 特别假滑的感觉 而是那种非常自然的 那种蓬松的感觉 来我们看一看 怎么样了 你有没有发现 颜色没有变化 我们再搅一搅 我们再搅一搅 因为可以让那个 头发上面的那个物质 完全的被这个溶液 给凝结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再搅拌一下 再搅拌一下 哦真的 变蓝色了 这个实验好好玩 好解压 哦真的真的真的 确实是 哇塞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大家镜头上能看到吗 哎我们谢谢正常 帮我们播一下 就能看到那个溶液 已经变成蓝色了 对不对老师 确实是 那么刚刚我们看到的 这个实验呢 其实就是在改善 我们法思当中的 这种金属的成绩的问题 因为顺顺发膜当中的 这种活性的分子 新基酸 它能够深入到这个发心 然后把我们 铜离子给熬合掉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乳液当中 看到蓝色呢 其实就是这个 熬合出来 吸出来的这个铜离子 另外一边呢 就没有这个作用 所以没有任何的变化 是 哎真的 这边毫无变化 那边哇 战战神奇吗 挺神奇的这个 所以这个其实就像战战说的 我们在平时 护理头发的时候 有些看不见的 这个金属物质啊 我们以为 哎我把头洗干净了 但谁知道 你只有用到我们的 欧莱亚Pro的这个顺顺发膜 才能真正你看 把这个金属物质给吸出来 然后真正做到老师说的 这个先清后补里面的先清 这个很重要 没错 那清一下清完了 那补怎么补呢 哎 我们的好奇宝宝有问题 怎么补老师 那我们还是通过一个小互动 来跟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这个补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那先请一步 好 来 哇好酷炫这个 又是科技感慢慢 是的 我们来做一个小的一个互动 然后依次把这些小球呢 放到装置当中 来模拟这个氨基酸补充的这个过程 哇 这个很有未来感啊 老师你确定这是小球吗 所以它代表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氨基酸 是的 来模拟氨基酸的一个排列 对不对 没错 好 那我就把它放到这个圆孔上就行 好呀 我们看一看有什么奇奇发生 奇奇五个 古氨酸 古氨酸 好那 接着来 第二个啊 这个 烙氨酸 好 好期待奇奇五个会发生什么 金氨酸 金氨酸 继续 最后两个 先它吧 丝氨酸 最后一个 干氨酸 哦 哦 好漂亮 快许愿快许愿 哦快 希望我们的欧莱亚Pro大麦 大麦大麦 战战继续火 这个很棒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感受啊 我们的五重氨基酸在我们的欧莱亚Pro的这个顺顺啊 这个产品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呵护啊 是的 那么我们呢 补的这个第一步呢 就是一个点的这个修护 那五颗球呢 分别代表就是这个顺顺精华当中所含有的五种 我们健康的修发所必须的氨基酸的这个成分 那我们知道生活当中比如说像烫染啊 或者是做用一些不是很正确的这种加热的这种方式啊 其实会让我们法司当中的氨基酸的会发生流失 那因此我们修护法司非常重要的一步呢 就是补充这个氨基酸了 五重氨基酸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点的这个概念的一个补充 接下来呢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进行我们的第二步也就是线的一个修护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这个法司受损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钛链的一个断裂 那我们顺顺精华当中的精纯钛蛋白链剑分子呢 就会帮助我们来修复我们这种结构上的破坏 哦 遇到破坏的时候能够帮我们修复好 是的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大屏幕看到这个一个神奇的效果 是的 就像糖葫芦一样 把它穿起来了 不担心它受损 是的 我们在这个顺顺精华当中呢 它有50亿的活性的这种分子 可以帮助快速的渗透到法心当中去 来修复我们这个法司的这种结构的损伤 那么当然除了五重氨基酸 以及我们的钛蛋白链剑分子之外呢 这个精华里面呢 还有很多的这种修复的这种成分 那帮助我们做到最后从最外层的这种修复 也就是面的修复 然后抚平这种毛躁的这种毛鳞片 然后呢 可以做到有点到线 那帮助我们去立体的去修复我们的这个毛发 然后呢 又到面帮助我们去抚平这种毛鳞片的这种损伤 那么也就是说呢 它是一个多方位的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护理 那这就是我们Olea Pro顺顺精华提供的这种 点线面的修复的这种方案了 明白明白 谢谢牛博士的讲解啊 非常清晰 大家能够很方便的去梳理我们整个这个 全方位科技的一个概念啊 先是头皮的清洁 把它做到一个先清 然后接着我们刚刚又讲到这个金属的中和 其实大家看不见的地方通过我们顺顺发墨继续把它清理干净 然后接着就是说到这个补了 先清后补的点线面 三个维度的一个补充啊 真正看完我们牛博士的分析 包括你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点亮的仪式 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发现每一次到Olea Pro这里都会学到很多的干货啊 那今天呢对头发的知识有了一个更深层的一个了解 尤其是这个先清后补的概念 非常感谢 谢谢老师 相信接下来战战不仅是洗两次头 还有好好的补充营养 对没错 不光要洗还要补 没错了 那掌声谢谢牛博士 谢谢 休息一下 好棒啊 我们更加的就是对我们虽然已经很熟悉了 我们Olea Pro的这些顺顺家族的产品 但是更加好像又重新认识了一遍 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牛博士给大家介绍的 我们在面前的这个Olea Pro的顺顺精华 要给大家仔细的和战战一起来了解和分享一下 我们继续期待一下 好了接下来到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时刻了 要和我们的战战一起来体验一下 Olea Pro推出的重磅新品 我手中的这个顺顺精华的专业实力 看着就超级有这个科技感 对不对 看着就很专业 对不对 很有这个资深的那种信赖度 而且我知道我们的这个Olea Pro 它在研发这个顺顺精华 它其实有长达13年 我们Olea Pro的这个高能美发实验室的一个 独家的专利配方 然后给大家带来突破性的分子级的修护科技 就像刚刚战战说的 给你头发带来那种非常空气感的 滤动 滤动 很重要 让大家头发能够长效的顺滑 来 我给战战看看它的这个质感 我用这个手臂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它的一个肤感 你看 好像水一样 是不是这个水润制定一抹化水 而且非常的让大家感觉很滋润 因为其实我自己的感受是很多这个护发的精华 大家担心的就是太油腻啊 或者是压你的发根 但是我们的这个顺顺精华 大家看到它一秒抹开 一秒化水 非常的水润 所以这也是直观眼睛就能看到 没错 所以给大家带来就是非常有科技含量了 那当然这个精华呢 非常容易涂抹 无论你是干发湿发都可以来使用 不需要冲洗 这个是不是很重要 这个非常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而且一点的也不会让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觉得 哎呀 怎么头发有点粘腻啊 或者油油的 就像刚刚我们牛博士给大家带来这个观念 它的每一滴当中都蕴含了50亿的活性分子 所以能够给大家做到强大的修护力的同时 也不会让你的发丝感到沉重啊 不会感到粘腻 所以站在你发现没有 我们这个顺顺家族很多产品 它的质地是不太一样的 对 这个的质地的话 感觉是一个非常水润轻盈的感觉 嗯 而且我们之前讲到这个顺顺发膜 它就是另外一种质感 对不对 嗯 没错 哎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对比 啊 我来拿我们的顺顺精华 精华 站站拿老朋友 好不好 好 顺顺发膜 顺顺发膜 我们做个对比 给大家看看他们的这个 啊 质地到底有什么不同 站拿你准备一下你的绝招 好吧 我准备一下 我说三二一 我们给大家展示啊 OK 来 三 二 一 噔噔 哦 看到了没有 我这个流动性都流出来了 快滴下来了 精华是非常的具有水润的流动性 而我们站在手里的 我们的顺顺发膜呢 倒杯不洒 没错了 同样都是顺顺家族 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啊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顺顺发膜里面 它的精华的这个浓度 稠度都非常够 所以大家在倒杯的过程中 哎 不会担心它撒出来 那我们的顺顺精华呢 它整个就是非常的有水润的一个流动性 你看 就是稍微流心它就要流下来了 所以即便你抹到你的发梢上啊 也不会有粘腻 因为它就像这个乳液一样非常的柔顺 非常的清爽 嗯 而且给大家带来一个刚刚珍珍说的 很有这个滤动感的一个空气质感的呵护啊 所以刚刚我们通过一个质感的比较呢 哇 非常好 我们代言人把它物归人处 所以我们通过一个质感的比较 让大家对我们新的重磅推出的顺顺精华 有了大概的一个跟发膜的一个区别 嗯 接下来呢 我们要借一下我们代言人肖战的眼睛 鼻子 耳朵 来做下一路的这个实验 怎么说呢 我们通过三个分别是眼耳鼻的一个观察 来看看我们新的这个顺顺精华 它会有什么样的特殊的一些特点啊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气味开始 好吧 没问题 我们让站站来闻一下 我们桌面上的准备了三个不同的这个 应该说是香料啊 它代表的是我们顺顺精华的前调 中调和后调 哦 厉不厉害 跟香水一样 对 它也是很有层次的一个质感啊 看看我们站站你认识哪个香料吗 这个我认识 这个是佛手杆 然后还有薰衣草 我厉害 佛手杆和薰衣草 前调的味道 后面就不太认识了 这个是盐花 然后永生花 这个你能猜到这个大概是什么 这个看起来像木质的香料 嗯 你可以来凑近 闻一下 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你说它还是 先从前调开始 前调的我们的佛手杆 加上我们的薰衣草 嗯 就是很 很薰衣草 很治愈啊 对 很放松的一个味道 它是我们的这个顺顺 精华的前调的味道 然后中间是我们的花香 东调的味道 嗯 这个就比较浓烈一点 浓烈 甜蜜的感觉 对不对 嗯 很认真地帮我们在感受我们不同层次的香味哈 最后是我们的 这个就木香 木香 对 你你你大概点评一下什么样的 就用我们顺顺精华的 这是三种香味散发出来的人 它是什么样的质感 我觉得是一种很清新很自然的感觉 嗯 清新自然 然后我觉得木质的味道 我不知道正常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它会给人一种很洒脱 嗯 对不对 这特别是我觉得大家在用完了顺顺精华 因为大部分我们晚上洗完头 护完头发 嗯 就会睡觉了嘛 所以如果你带着这样很自然的 像湛湛说的清新洒脱的味道去睡觉 其实也让大家很放松 哦 其实这个很重要 我比较看重这个 就是它的香型的持久力 嗯 而且不只是睡前 有可能早上起来洗完头之后 这个 这个香味持久度也蛮重要的 嗯 对 在正常合理的一个社交范围内能够让周边的人都很放松 没错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顺顺精华的一个香味 我们可以闻一下它产品本身的这个味道哈 我们刚刚说的是前中后调 这就是产品本身的一个 嗯 综合的一个味道 对 综合在一起 非常的治愈 然后也让人很放松的一个感觉 好了 这是我们通过这个 呃 闻来感受到了我们顺顺精华的一个特点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耳朵听觉来感受一下 哦 好吧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上一个小实验道具 嗯 哎 这是我们的两缕不同的这个发术 然后呢 一个是没有使用过我们的顺顺精华的 嗯 然后另外呢 就是使用了顺顺精华的 怎么来做实验呢 赞赞你这会儿要变成录音师 哦 没问题 你应该很熟悉这个 嗯 这个工种啊 你帮现场呢 我们来做一个 ASMR的这个收声 嗯 很近距离 大家要保持安静啊 音响调道最大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梳子 来梳理这个发子 嗯 好 没问题 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声音啊 我们先从 没有用过我们顺顺精华的 来开始 OK 你可不可以再近一点 好 听一下 哎 好难输 谢谢 输不下去 我真的尽力了 大家能听到那个声音啊 记住那个感觉 嗯 我们请站站录音师 我们来到这边 这是用过了我们的顺顺精华的 来 哦 哇 差这么多吗 好丝滑 这个 大家听到了吗 就这个 刚刚我们在这个没有使用过顺顺精华的发术上面去书的时候 应该因为它是毛躁嘛 它的摩擦力会比较大 嗯 所以听起来的声音会比较的啊大一点 是 用过了这个之后 刚刚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非常的丝滑 嗯 嗯 仿若无声 就是 大家我不知道 正在是不是听歌的时候用那个无损音质啊 这个就是无损发质发出的那种非常安静的丝滑的声音 我都不敢大声说话 好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听觉这一关来挑战了我们的顺顺精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对比 嗯 那最后一个嗯 呃 先是刚刚我们通过的嗅觉嗅觉听觉 接下来就是通过眼观 嗯 通过我们的眼睛来看看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们同样也就是在面前的这两个不同的发术啊 嗯 诶 这是什么 我最爱的小风扇 哈哈哈哈 巨组必备啊 我们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风扇 我们通过用就是风吹拂发丝 来通过肉眼观察 看看它的区别 嗯 那好 这样你看景啊 嗯 啊 一会儿你来告诉我们你看到的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 先从没有使用顺顺精华的发丝开始 大概是这样一个程度啊 记住了啊 OK 用过顺顺 哇 绿洞 绿洞 哇哇哇哇 它会跳舞 它会跳舞 哈哈哈哈 他就很骄傲 还说我用过了 我们的顺顺精华 哎这个真的太赏心悦目了 什么感觉 这个就很像小时候看的那个洗发水的广告啊 真的 特别的丝滑绿洞 特别有空气感 特别的轻盈 哎呀 形容的太到位了 空气绿洞 轻盈的感觉 所以我们通过了刚刚三个不同的维度啊 首先是我们通过这个嗅觉感受到了我们这个带着一些些木质调的顺顺精华的一个香味 让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包括在睡前包括你日常出门都能够有一个很舒服的这个香味 然后接着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听觉看到了啊用过的顺顺精华之后的发术呢 仿若无物 嗯没错 非常丝滑丝滑 是不是非常直观刚刚这三个小实验 对 非常非常的直观 我相信你目前的大家呢 嗯 也是非常的直观感受到了我们这个顺顺精华的这个魅力 嗯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了刚刚牛博士的一些非常专业的呃知识的科普两个小实验 然后又加上我们代言人站站在现场通过三个不同的维度的分享和体验 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了还是要把掌声送给他我们欧莱阿普罗的新品我们的顺顺精华带给大家各种各样的惊喜 也是满满的科技非常的有这个未来感时尚感而且给大家很安心的陪伴啊 嗯 所以再次欢迎你来到我们身边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他好的时间过得很快啊 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站站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那今天首先还是学习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头发的知识啊 嗯 那我感受到了品牌一直在向大家提供非常专业的科技的美发产品 那无论是牛博士刚刚为我们讲解的先亲后补的这个护发机制 嗯 还是每个产品里面所包含的活性分子都能让我看到品牌强大的科技实力 哇 真的科技实力非常重要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欧莱阿普罗一直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坚信 对于科技啊触发我们这个秀发的未来之美的一个理念啊 那再次谢谢今天站站在我们现场用自己这种亲自体验的方式 带大家去了解了欧莱亚普罗的各种各样我们顺顺家族的产品 嗯 最后有什么样的爱的祝福也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在生活中的每一天呢 都像使用了我们的欧莱亚普罗顺顺精华的这个秀发一样 嗯 顺顺利利非常的丝滑 迎来美好的每一天 太棒了这个祝福大家都一定要收下哈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像站站说的一样 早晚用顺顺 嗯 生活皆顺顺 嗯 各种顺好不好 谢谢大家 那其实护发的重要性 我相信大家通过今天的分享和学习有更多的深入的了解 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 大家都能够在我们欧莱亚普罗的陪伴下 在站站的陪伴下 拥有一头健康的顺顺的这样的一个秀发 那今天我们的活动倒是也就接近尾声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 也谢谢我们的代言人 肖战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